我请教董老师 我个人对于方方的人生选择 我也是同情 理解 包容 那我觉得他们这一个世代的人 他有特殊的血统 特殊的人生际遇 然后特殊的两岸的最终的人生经历 那那些东西事实上 会对于他人生最后的归宿跟选择 造成影响 But我真的无法接受他在那边打两巴掌 然后以及台湾事实上没事 没有在台海文公武贺 是解放区每天来骚扰我们 我们的飞机必须去驱离 所以现在就已经是在打巴掌了 难道真的要打子弹吗 所以说重点在哪里 就是说宣扬中国认同没有错 讲那些什么祖国伟大 一家亲 血浓于水 落叶归根 这些话没有错 民族它是基于心甘情愿的认同 它是一种情感的归宿 中共错在哪里 错在这种认同 中共所推动的这个认同 它是强迫性的 非自愿的 它甚至是暴力性的 方方跟方文山这些人 他是在帮中共为虎作仓 所以说这个不听话的小孩 就打两巴掌 这完全就是一种 这种所谓的封建父权的心态 还有中原的思想的呈现 这不是第一次 很多次了 我举一个最著名的例子 其实1996年的时候 我们的李登辉前总统公开说了一句名言 中共再大也大不过我爸爸 李登辉早就受不了了 早就把他表现出来了 再讲一个两年 其实这句话也是对的 很多人也会说 我老板再大 也没有我妈大 对不对 本来就是天大地大 爹娘最大 对不起 中共现在正在把习近平思想 灌输到幼儿教育里面 小孩教育里面 他就是中共的教育 就是习近平大过你爸妈 所以说还有另外一个 很著名的案例 两年前川普前政府的 那个顾问余茂春 把余茂春从族谱里面除名 余茂春公开的讲 把从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家族 我从没看过的族谱 把我除名 这个是一个非常荒谬的闹剧 只能体现中共的疯狂跟愚蠢 所以说这种事情不是没有过 好 那现在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要去这个 在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台湾人 其实我前段时间在这个节目讲过 就是说2022年中共的对台政策 他就是逼桶跟装桶 逼桶的意思就会逼迫所有的台湾人 你要选边站的 你要靠边站队 你要选 要不就统一 要不就台独 没有那个中间选项的 那我之前也在这里讲过 中共的逼桶有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反对台独 支持九二共识 那是最低档 第二个层次 你要表现中国人的认同 祖国的热爱 这是认同 第三个层次 你还要表现对共产党的拥护 对习近平的热爱 第四个层次 你要支持统一 而且你要创造统一 你从这四个层次来看 方方他已经到达第四个层次了 那我觉得这不会是个案 因为这变成中共的政策 你今年2022年 我们还会看到后面 还会有另外几个方方会出现的 因为他变成中共的政策 这就表示说 在中国赚钱的所有的台湾人 这不是一个面包跟爱情的 选择的抉择 不是 这是一个金钱 跟你的至尊 跟你的尊严 跟你的认同 跟你对民主自由价值的坚持 之间的抉择 那今天看得很清楚 你在中国想要赚钱的话 我刚才讲的那些事情 你全部都得抛弃 你为了 就是说 我是觉得这样子 你要抛弃你自己的尊严 你自己去吧 但不要伤害台湾 董老师我刚刚讲 我对方方是同情 是的 理解 包容 我甚至觉得他今天讲的话 全都是他的真心话 他也没有被什么文攻武后威胁利用 然后他真的真心支持统一 然后他真的觉得不乖的小孩 就是打两巴掌 因为这真的是他根深蒂固的 这一个想法 那我跟你讨论 我跟你讨论 我觉得台湾社会很悲哀的就是 像他这样的一群人 固然不是多数 还好不是多数 可是他们真的存在 而且他们真的彼此认同非常高 所以这种种族心态 我刚才说封建父权的这种思想 的确还存在 可是在台湾 因为我们有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 跟价值的坚持 所以说可以抵消的 不过如果在中国上 我是其实很想提醒方文山这些人 如果你跟中共 谁跟中共一家亲 谁倒霉 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就是说呢 当这个中国的这个风向 意有改变的时候呢 那个中途改变民族认同的人 你们会最倒霉 第一个因为你中途改变认同 你要表现得更忠诚 所以你现在也许在对中共表态 表现得更忠诚 但是未来环境改变 风向改变 你第一个一定被清算 第一个被清算的会是你们 你不要说是台湾人 你连中国共产党里面的人都被清算 就是习近平的做事情方式 我们都看得清楚吗 过去是他的刀把子 过去是他的枪杆子 他用过一阵子以后 而现在反过来检讨你 你现在方方或是方文山这些人 你现在是这个中共的这个猴蛇 你现在是中共的笔杆子 过一段时间之后 第一个检讨的就是你 不然的话我建议你们 你们不只是那个什么 什么中国的什么拘留证 你要赶快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看能不能保护你 好 我们稍后回来